作者 望雨 由丧子为您播讲 此女随后扎着圆盘的手指灵光一闪 把部分灵力灌注进了其中 在手臂微微一挥 顿时一片粉红光霞从了晶莹圆盘上滚滚而出 只望台下两族之人一扑而去 两族人出其不意下 先是一惊 不少人更是体表灵光一闪 浮现出一层层的防御 但是下一刻 他们就觉得花香扑鼻而来 借着骤人间发现 原本明亮异常的大殿 被粉红的光霞一卷而过之后 竟在四周纷纷出现了五颜六色的奇花出来 一个个 拳头那么大小 但是奇香无比 遍布整座大殿各个角落 但是一些法力精湛之辈呢 马上发现这一切呀 不过是一种幻术而已 口中自然好一阵的惊叹 黄袍女子说出了即使三层的合体修饰 也未知心中一跳的话来 因为我并未记恋过这万森轮盘 所以现在能催动的幻术 还不足其真正微能的十指一二 并且刚才的幻术 也只是八十一种中最不起眼的一种了 至于这幅晴天战舟构造图嘛 里面所画巨舟应该是数十万年前 曾经在天元大陆横行过一时的 铁乐族的顶阶战舟 虽然要想炼制出此等巨舟 花费之大让人瞠目结舌 但一旦真正炼制出来 除了前面所说的好处之外 此周更能直接把千余人的战力 直接放大数倍以上 可以在一些劫难中 带着门人弟子进退自如的 可惜此物耗费的珍惜资源太多 实在不可能大规模的量产 否则有了此图 直接提升一族的实力 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离火交亡在一旁说的 前秋道友已经把两件物品的 来历功效全都介绍完了 万森法盘的威能也展示了一二 至于那幅晴天战舟图 本王已经找专门鉴定过了 绝对不假 在下知道许多道友到此 大部分是为了这幅晴天战舟图来的 不过还是要奉劝各位一句 此战舟固然威能极大 但是建成耗费的资源之大 也是远超常人的想象啊 一些囊中羞涩的道友 最好是别打这幅图的主意了 以免到头来 即使花巨资购下图纸 却仍无力量炼制出战舟的 好了 下面先开始这万森轮盘的拍卖 底价零十八十万 这离火交亡啊 宣布了那万森轮盘的底价 开始了雌宝的拍卖 能上混沌万灵榜的灵宝 即使整个灵界也就那么一点啊 不知道多少修士啊 苦修一生 把境界提升到化神炼虚的境界 也都未曾见识过真正的通天灵宝 到底是何种模样的 但是八千万的底价 让一二层大多数人妖两族存在 一下打消了出价的冲动 心知这等宝物自然肯定要落在了 三层的合体七老怪物的身上了 故而不会再浪费什么力气 而三层的各个小物中呢 竟也一时寂静一片 无疑人先开口喊出价格来 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 无数道顿光和一辆辆售车飞舟 突然从云海中腾空飞起 向四面八方鸡舍而走 其中一道青红看起来毫不起眼 几个闪动之后 却从飞仙峰附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清光之中 韩丽一脸沉吟的猝动顿光而行着 在他身后 海大哨和气灵子 老老实实地站在那 刚才最后两件宝物的拍卖 着实是其风迭起啊 经过数十名合体机修饰的争夺 那件万森罗盘呢 竟落入了黑凤王小馆的手里 至于那铁勒族的晴天战舟图呢 却落到了号称真灵第一世家的龙家手里 一想起龙家 韩丽不禁双目微眯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名 面色淡金的中年修士 这位最后直接上台交易战舟图的龙家老祖啊 竟是一名合体后期大成的修士 不但一身法力深不可测 更是带着一股非人的冰寒气息缠绕周身 远远望上一眼呢 都让人无端的大声心惊肉跳之感 这位龙家老祖 似乎一身修为丝毫不弱于三皇和七大妖王 怪不得能让龙家稳居真灵世家第一的位置 如今 龙家以世家之力 在战舟图的竞价中 压过了天元圣皇等人妖两族最顶阶的存在 可见龙家财力纵然不能真的说是盖过这些势力吧 但起码也应该相差不太多的样子 一想想自己竟然得罪了此股势力 韩丽也不觉得有些头疼啊 不过好在呢 先前通过和古家业家接触 已经知道了其他真灵世家 与这龙家并相合的样子 他现在和这两家都有一些关系 本身呢 已经是一名合体其修士 倒也不用真的惧怕对方的 难道那位龙家老祖 还真敢带着一杆 龙家的克青长老 围攻他一人不成 韩丽心中这么想着 一些忧心呢 就减轻了许多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从他身后方向 隐隐传了一个有些耳熟的招呼之声 韩导友 且慢行一步 韩丽神色一动 青色顿光一脸 真的停下了身来 并一转身向后边一拱手 我倒是谁 原来是万古导友 不知道兄在刚才的拍卖会上 是否大有收获呀 在数百丈之外处呢 一团灰云 奇快无比的飞射而来 在云上站着一个老道 正是那白骨门的万古真人 这种拍卖会上 哪有几个真正的好东西啊 即使有像最后这两千宝物 那也是看得瞻不得呀 这老道是驾驭着灰云片刻间到了韩丽的近前 闻言苦笑了一声 真人这句话都是深得我心啊 无论是那件万森轮盘 还是晴天占周图 可真不是我们这样的散修知识可以排下的 特别是后者 那更是烫手至极啊 我就知道韩兄是聪明之人 不像是有些家伙 常年闭关修炼 连脑袋都坏掉了 竟然眼巴巴的去抢此种棘手的东西 不过真人现在教主在下 应该是另有什么要事吧 这个当然了 韩导游可知道 那黑玉大会已经决定在三日之后举行 频道收到消息啊 也为导游顺便讨要了一块牵引令 到时导游持此物 就可以直接参加教议会的 无需再通过其他途径前去讨要了 这万古真人脸上笑容一脸 从袖中掏出了一样东西来 接着手腕一抖 把手里的东西呢 直接抛了过来 韩丽不动声色一把接住 低头看了一眼 只见是一件黑油油的三角令牌 上面除了一些简单的花纹之外 任何标志都没有了 毫不起眼 若不是对方事先说这是令牌 韩丽几乎以为拿着的呀 是一块黑色的铁片而已 韩丽目光中闪过一丝狐疑 这就是牵引令 导游不用怀疑此物啊 上一次黑玉大会的牵引令 更只是一根木棍状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主持交换会的人 是如何做到的 但这些东西的确是 进入了黑玉之地的唯一的信物 韩道友千万别弄丢了 原来如此 看来此交换会背后的道友 还真是有些意思 韩某要多谢真人相送此令了 这只是小事而已 喝足挂齿 说实话 老道在一杆同阶道友中 别的本事没有 但一些小道消息 还是颇为灵通的 不知韩道友是否听说过 我们人妖两族在千年之内 可能有一场不小的劫难 你我可能都无法置身事外呀 万古真人说着说的 木然患上了凝重的表情 韩丽神色一动 缓缓地回到劫难 真人说的 莫非是摩羯之事 道友果然知道此事 不知韩道友 对这方面的消息 知道了多少啊 万古并没有感觉到 太多的意外 经过万宝大会前的一番 同阶修士的交流 现在合体存在 不知道一些摩羯消息的 恐怕还真没有了 否则这一次的拍卖会上 也不会有如此多人 不顾身家能否承受得起 仍拼命要争夺那幅 晴天占周图 为的不是和他们一样 想要赶在摩羯降临前 先未雨绸缪 韩丽嘴角抽出了一下后 叹了口气 虽然不多 但也知道这一次的摩羯 凶狠之极 绝不是那么好度过的 万古真人这次露出了 一丝意外之色 干脆说出了真正的目的 看来倒有知道的 一些隐秘的东西了 也好 贫道也不再扭捏什么了 黑玉交换会后 韩道友是否有兴趣 随贫道一同去 建一些散修同道的聚会 好好商谈一下 我们散修如何安然度过 此次摩羯之事啊 散修 都是我们人族中人吗 韩丽听了脸色没什么变化 但想了想 木人的问道 万古真人先是一正 随即辩解说道 我们人族的合体散修 总共就那寥寥几人 又有什么好商谈的 不瞒道友 这次要见的同道 倒是妖族那边之人 居多的 也不知道韩丽 如何思量 竟没有多想什么的 一口答应下来 真人不必解释什么 我对妖族并没什么偏见 只是想先了解一下 此次聚会的情况而已 既然有妖族那边的人参加 看来倒也值得走上一趟 等黑玉交换会结束之后 我就随道友 一起参加一下吧 道友此决定 绝对是明智之举啊 这老道士见 邀请之事这么顺利 不由得大喜 接下来 两个人自然不可能 在高空中继续多说什么 聊聊几句之后 万古真人 告辞先行一步了 就见他足下灰云 一阵地翻滚 就化作一道灰光 飞射而出了 顷刻间 这老道士就踪影全无了 韩丽望着这老道士 顿光消失的方向 目光有些闪动不已 窃灵子见韩丽 久久不动的样子 忍不住地提醒说道 师父 我们是不是也该回去了 窃灵子 你们两个 先别晃着跟我回住处 你们帮围师去寻找一个人去 对方 是一名妖族女子 是 师父 契灵子和海大少略有些意外 但毫不犹豫地齐声答道 这是信物 具体联系的方法 你们也听仔细了 韩丽一番手掌 把半截玉牌扔了出来 嘴唇微动 把下面的话传音过去 两名弟子自然凝神细听 口中答应个不停 好 就这些了 你们找到人之后 就可以回来禀告我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